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是超级市场的收银树 店员只要掃描货物上的一围条码 货品的资料和价格就会显示出来 方便快捷 条码由美国人发明 最先由俄去俄州一间超级市场 在1974年使用 但条码容纳的资讯有限 只是大约30个资源 在日本汽车零件厂造工程师的袁昌宏 90年代初发现货仓的零件箱条码 每次要连续读取8至10个条码去获取信息 于是触发他要开发容量更大的条码 他从围棋拿到灵感 利用中横方向黑白双间的方法 通过黑白线条不同排列的组合来表达信息 迈克服连串的技术问题之后 在1994年3月终于完成开发二维码 英文是Quick Response Code 即快速反应码 简称QR Code 信息容量是条码的几百倍 袁昌宏最初担心没有人用他的发明 他最先向日本汽车公司推广 结果被广泛接纳 二维码其后扩展到其他行业 时至今日 二维码已在移动支付、证件管理、电子票务、 资讯阅读、生产管理、食品溯源、 物流追踪、餐饮服务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 而中国目前是二维码应用最广泛的国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